OK 大家好 那就來考M1啦 都想跟大家做一兩條數 這一條有五百個乳酸菌 原本是一個drinking sample 你當它可能逆力多 那現在說呢 這個數目是會增加 根據這個rate 現在問回你的nt 那其實這些呢 你一定是in它 是嗎 integry它 給它一個小石 那怎麼做呢 首先這個 抄抄一次 那現在問這個呢 你就是in它 那in這塊呢 你一定要用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代入法 那你代哪個數號呢 當然就是代括號裡面這個數號 就是let u 就是這塊 那你du dt 這個會0 那這個就 0.2 拉下來 3乘0.2 就是負0.6 OK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那現在這塊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和這個東西呢 一樣的 行不行 那你dt 搬過去吧 那就是說du 就是這個來的 那就是說 這兩塊加起來呢 是du 來的 行不行 那這個呢 就是u來的 所以這個是u2 分母就是u2 OK 那要留意一下 這裡有負0.6 所以你搬的時候 這裡搬過去 負0.6 就是這個是1除負0.6 行不行 1除負0.6 就是du 所以說 你現在這個等於 是什麼呢 就是in 186 再乘呢 負1 0.6 du 除回 u的二次 行不行 這樣呢 這個186 除負0.6 就是310 310 來的 那就是in 310 負0.6 over u2 那就是呢 負310 抽出來 u負2 這個了 次方 負2次方 好 那就是負310 u負2加1 就是負2加1 就是負2加1 就是負1 除負1 加4 那就等於310 u負1次方 加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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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好 u就做回 back substitution 反代入法 代完又再代 0.1 加 3 負0.2次方 T 負1 加4 行不行 好 那 尾組完了 我們要計算 C 這個 是什麼來的 那 最初它就說有500個乳酸菌 即是說T 是0 嗯 N T 就是500 那 即是說 你會得到500 就等於310 乘回這個數 變成0 即是0.1 加3乘1 3乘1 即是不用寫了 負1次方 加C 好 那這個數你要多一刀幾 0.1 加3 那1 這個數 乘310 100 那C呢 就等於500 減100 即是400 行不行 好 最後了 即是說 NT 就等於這個數 差一次 這個 負1呢 就可以放墳墓 OK 就是這樣 今天 按不按到 做那麼久 才做A part 繼續B Find the time required 即是時間需要 for the number of乳酸菌 in the sample to triple 即是3倍 3倍 那就是說 我們要將那個500 就乘3 因為原本是500 所以B part 就是N 就是500 就是乘3 因為3倍 原本是500 那現在1500 好 那代回我剛才的色度1500 就等於310 除回0.1 加3 E 負0.2T 磁房 加400 那 涉及運算 這個調過去 就千日 那 這個呢 就給了310 只要抄這個數 那 就是 交叉走位 310 除1100 那 那 然後這個0.1 調過去 就是310 除1100 減0.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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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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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68019 最接近的整数就是14 那算了,你又说 所以答案是14分钟 好,C 那别人要看我的题目 问你very long time 的时候 very long time 的时候 那个 number of 乳酸菌 会是多少呢? 那什么叫very long time 大家都知道 即是说T要好大好大好大 在我们M1来说 T要 tends to infinity 所以我们take limit take limit limit t tends to infinity 那个nt究竟是什么 那就是说 将我们刚才那个 功能 拿一个limit 其实很容易的 这个 最主要是这个数 是什么 0 为什么 这个数 就是1 1 over e 0.2t 如果 t tends to infinity 很大 0.2t 都会很大 但是 e to the power 0.2t 都会很大 但是 1 一个数 分没很大 即是一件pizza 很多 无限分 就是0 所以你可以得到 把这个 不要的limit 310 除0.1 加 3乘0 加 4 0 0乘任何数 都是0 所以答案 就是3500 3500 那就是说 答案 就是什么 就是3500 乳酸菌 in the sample after a very long time 可以嗎? 是經典來的,通常都是零 如果你不知道,多久過零就行了 好,一條題目,講成十二分鐘 希望幫到大家